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介绍 Hermission OK,OK 好,Definition 13 假设有一个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称之为 Is a Hermission OP Definition 14 如果 你弄完之后会等于 负的自己 那么它就是个anti OK 它就会这样子 好,请记住一下 讲到这边 我们稍微岔开一点点讲那个adjoint 假设呢 请大家记住一件事 你把adjoint OK,我尽量用符号 字越少越好 on operate 这个时候它变成动词了 那边是名词 operate on and scalar 对个常数 那么它就等于这个scalar的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对不对 因为常数没有transpose 对不对 加上你operate on op 这个是动词 这个是名词 OK 看它所在位置 那么它就会等于什么样 transpose 再加conjugate OK 也就是说 这个会等于它的transpose 再加complex conjugate 当然你要颠倒也可以 either way OK 通通都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今天有一个负数 也就是说 alpha可以写成a加成ib 那么你告诉我 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是不是等于a 减掉ib 那么你看看 看看几件事情 alpha 加上alpha complex conjugate 可以除以2 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加上它除以2 等于什么 它加上它 上面的 加上下面的 是不是负的消掉了 所以是等于a alpha 减掉alpha 这个 等于什么 ib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们 这个指的是什么 real part of a of alpha sorry 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 imaginary part 所以说它就告诉我们 假设我们有个alpha 我事实上就可以写成为 二分之alpha 加上alpha 再加上二分之alpha 减掉alpha stop complex conjugate ok 它本身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 这边呢 只是看到了说 我这样写就相当前面是实数 后面是虚数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但是常常我们在一个复杂的东西的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它是一种对称跟非对称的一个排列组合的话 的一个加成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处理上就变得很简单 对称跟非对称分开来处理 最后加假就变成你原来的样子 ok 好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Omega是否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也要把它写成这样 那么这样子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称之为Hermission Part 这个呢 就是什么 Anti-Hermission Part 是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什么叫Hermission Hermission是指你自己做个Digger之后呢 它会等于你自己 这个是做个Digger之后会等于负的自己 你把这整个当做个Operator 对它做个Digger 所以它做个Digger之后呢 这个会是Omega Digger 这个呢 Digger Digger的两次就变成自己 是不是它又不见了 二呢 二跟我们就没有关系 就是二 所以得到 你有做Digger跟没有做Digger 都得到一样的结果 这个呢 你要是也对它做个Digger 做个Adjoint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Digger 但是呢 本来你的Digger所在的地方是负的 现在做完之后变成正的 这个对它做Digger之后 它消失了 Omega本来是正的 做完之后变成负的 那是不是代表 这整个插一个负号 所以这边就变成Anti-Hermission Part OK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是个Hermission的Operator的话 任何一个这个Hermission Operator 你一定可以把它分解成一个Hermission Part 跟一个Anti-Hermission Part 如果这样子分解对你有帮助 那你就这样子分解 OK 好 那么再来下一个 请大家算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它指的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讲义的第二件事情 它告诉我们说 假设有两个Hermission Operator 你把它相乘起来之后 请问一下它是不是Hermission No Not Necessary 除非它们互相怎么样 Commute Right 它这边就有三个例子 OK 它就是Example 第一个 假设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一些呢 这两个Lanta跟Omega 通通通都是Hermission 第二个 我看看 记住 这个Lanta是Scaler 这个是Scaler 是个常数 第三 OK 这三个你去做做看 到底谁是Hermission 到底谁不是Hermission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它就告诉你 虽然说两个都是Hermission 但是沉寂起来之后 它已经不是 OK 好 这个部分我做给你们看 好不好 因为啊 Definition Hermission呢 指的是这样 基本有这样子 OK 这个是Hermission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OK Now 假设我要把它做个Digger 这会变成什么 这个一Operate之后 你马上就知道 它会等于Lanta的Digger Omega的Digger 那因为Lanta会等于它自己 Omega会等于它自己 这个 有没有 这个会不会等于 这两个颠倒 会不会 不会啊 大部分都不会啊 对不对 因为假设 常数当然会 对不对 那要是 矩阵呢 那就未必咯 但是 假设这两个commute If 这个叫做commute 也就是这两个交换的结果 都一样 那么 这个时候 它就是怎么样 它就是Hermission 所以这个是不是Hermission Depends on 他们两个的这个 会不会等于 OK 就是这么简单 请大家回家做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看 Unitary 假设你乘上你自己的Digger 等于I的话 那么你就是一个 Unitary Hermission My Unitary 的这个Operator 你们曾经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 If U等于Exponential I Theta 假设一个Operator 是这样 那你就知道了 U等于 是等于 这个 只是个负数而已 对不对 那负数没有Transpose 但是 Conjugate 要 使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发觉 U乘上U Digger 本身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I Theta 真的 Exponential 负I Theta 等于1 对了 U呢 本身是Unitary Right 这个非常快速 可以算 所以这样一来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If If Omega And Lambda Are Unitary OK 他们两个都是Unitary 那么 会等于什么 成绩之后还会是Unitary吗 假设成绩之后是Unitary 那它是不是要等于 那是不是代表说他在乘上他自己 要等于I 是不是 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看看他会不会等于I 会的话就是了 不会就不是了 所以我们来尝尝看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整理一下 我想看看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呢 先对内作业 作业的时候 你说要颠倒 对不对 Transpose都要颠倒的 然后呢 这个要等于这样 再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那刮虎 你爱怎么刮就这么刮吗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降刮 降刮的时候 这两个成绩 变成什么 I I就是没有吧 就是自己 那是不是又等于这样子 那这个又等于什么 I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Unitary的Operator 互相成绩之后 还是Unitary HerMission呢 成绩之后 未必等于HerMission 除非它互相Commute OK 好 我们来看看 定理期 OK 有些定理呢 我都讲了 然后在 可以证明的地方 我都可以快速的都证明过了 但是我未必每次都写得这么整齐 OK 这个是讲的 Inner Product is invariant is invariant is invariant for unitary operation 好 Proof Proof if 这两个V1跟V2 这两个V1跟V2这两个呢 我都可以透过Omega 运作之后 变成新的 OK 那现在为了要处理 OK 因为这边有颠倒来颠倒去 我 先把它写成 OmegaV1 这个写成 OmegaV2 把Omega先写到这个横杠里头来 就代表这个Omega是属于Kit 这边的Omega 好 那我们来看看Inner Product 是什么意思 Inner Product 我们先 新的Inner Product 新的两个相当的Inner Product 那 这个就代表一件事 新的就是旧的转换过去 V2 Omega 没关系 OmegaV2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OmegaV1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这个是 OK 那么这个呢 我现在开始把Omega 拉到中间去 这一拉到中间去的时候 就代表一件事 V2这个你要对它运作 事实上要Omega Dagger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本来就是对它 它本身作用 它可以写成这样 但你告诉我 OmegaDagger 成上Omega等于什么东西 要是Unitary 它会等于I 也就是说 你运作之前 两个的Inner Product 要等于运作之后 两个的Inner Product 好 这是讲什么鬼东西 为什么对我们这么重要 讲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物理量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Call Inner Product 物理量里面有什么 普通物理上车 一开始碰到Inner Product 是什么东西 做工 对不对 你推一个桌子 推了五公尺 做了多少工 然后呢 你们坐在那边看 有的人是这样看着我 有的人呢 快睡着了 头转了45度脚 是不是它坐标 转了45度了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快要摔下去了 OK 90度了 请问一下 我做的工会因为 它头转的角度而不一样吗 会不会 不会 所以你这个东西 本身物理量 一定要能够什么呀 保守嘛 从 也就是说一定要不变啊 怎么可能 随着你的桌标不一样 而有所不一样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物理量里面 有牵涉到Inner Product 之前跟之后 一定都会一样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Unitary Operation Operator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假设你找得到这一种 它就可以保持这个 因为你不能保持 你算得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就像做实验一样 做实验拿到数据容不容易 简单啊 机器打开来就有读数了 纵使我没有接东西 也有读数 对不对 只是那读数不是你要的而已 要对的东西 我们就来做 OK 好 好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那个旋转的Operator 旋转的Operator 它是什么Operator Hermission的呢 还是Unitar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Rotational Operator OK 我们来讲这个 我们上一次呢 有教大家怎么样去 Construct 这个Operator 我们直接把结果写下 它可以写成怎么样 100 00-1 010 我们可以写成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对它做个 这个 Dagger Adjoint 会变成什么 Adjoint是代表什么意思 先Transport 做Complex Conjugate 或者先做Complex Conjugate 之后再做Transport 随便都可以 我们先做Transport 好了 因为反正这边都是实数嘛 你对它做Complex Conjugate 没有差 所以呢 恒的100 变成重的100 001 恒的变成 00-1 恒的变成 00-1 正的值的 010 恒的变成 010 正的值 好 这两个有没有想懂 有没有想等 不想等 对不对 不想等 你记不记得 Hermission是什么 状况下 什么叫Hermission 你 等于你自己的 Dagger 你 等于你自己的 Dagger 这两个有没有想等 不想等 他绝对不是个Hermission Operator 那么他会不会是Unitary呢 我们刚刚说了 你想睡觉头歪了 我在那边推五公尺之后 要画的能量 也不会因为你头歪了 就不一样 那我是不是颠倒着 我就不用能量 对不对 没有这种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看 R 乘上R的Dagger R会是什么 100-1 010 R的Dagger是100-1 010 等于什么东西 横的乘上直的 1乘1 1 因为0乘0 通常都没 第一个 再乘上这个 也是0 第一个 乘上这个 也是0 第二个 只有后面这-1 对不对 乘上第一行 0 乘上第二行 负负得正 乘上第三行 还是0 这个呢 只有中间这个存在 乘上第一行 中间是0 所以是0 乘上第二行 中间是0 还是0 乘上第三行 第三列 抱歉 所以呢 行列是哪一个是直的 哪一个是狠的 行的是直的 列的是狠 所以我刚刚没有讲错 行 OK 所以这个呢 1 这个是等于什么 I 所以Rotation 是不是unitary operator 是 OK 非常容易 分辨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如说你要算 一般而言 我们要是有个矩阵 我要让它等于I 这个要是什么 要乘上什么 负1嘛 5要乘上多少 才可以等于1 废话 当然是5的负一次方 就五分之一嘛 对不对 负一次方好不好算 很难算 但是假设它是unitary 他也等于I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unitary的时候 哎呀 这个负一太好算了 你只要对它做 Ajoin就好 马上就算出来 OK 好 这个怎么算 你回家复习一下 现金代数 你就知道 OK 你们课本上有写个很简单的公式 看不懂的话 就代表你需要复习 OK 假设有个n乘n的 它本身是一个unitary 那么 这个我用讲的就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 因为它是n乘n嘛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直的一列 这个叫行 直的一行 直的一行 分类 我把它每一个呢 这边呢 告诉我们 它就可以当做什么 n个vectors 我可以把它假想成 n个vectors组合成一个矩阵 而且它们都是怎么样 它们都是垂直的 这是垂直的符号 我就写在这边 而且它们都是垂直的 vector 不就是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basis吗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一个 互相垂直 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的basis 你组合成了一个 这个矩阵 它本身就一定是unitary 当然我可以取直的 我可不可以取横的 of course 我可以取横的 所以这一边呢 叫做n个column vectors 这边叫做n个roll vectors that's it ok 好 然后再来 简单 讲你们 提醒 两个简单的东西 因为 好 记住 我这边 不再证明 这是各位大医学的 ok just determinant 就是行列式 对不对 行列式 一个omega 就transport 记住 这个omega 我没有说 它是hermission 还是unitary 我没有讲 它只要是个 矩阵就可以了 我对它这个transport之后 取一个determinant 就跟它没有取 没有转之前一样 我们看看 假设是这样 1234 我看它对不对 跟一个transport 是不是1234 我先算个简单的 1乘4 减掉6 等于负2 1乘4 减掉6 等于负2 还真的一样 对不对 ok 反正这个是general rule 请大家把它记住 假设有两个矩阵相乘 等于它分别相乘 正来讲 这两个矩阵相乘之后的determinant 假设是1234 这个太复杂了 我们刚刚不是有比较 我们说什么 1000 01 00 对不对 我们要是这两个矩阵相乘 会乘出什么东西 01 00 对不对 它会等于这样 那相乘之后矩阵就是它 这个determinant 我不要写determinant 直接写就好了 它的行列是 这等于零 我这个矩阵好像很不好 因为这两个都是零 对不对 这个不好 所以说你可能 去找一些例子来计算一下 你发觉它们都适用 ok 这个只是帮大家把 几个 我们未来可能会用到几个规则 稍微列一下 好 还有一个名词 请大家要记住 define ok 记住哦 这个determination 未必是这个课本才determination 它早就 你在大一的 这个里面究竟有讲 trace 什么叫trace 假设有一个矩阵的trace 就等于你把对角线相加 对角线就是ii 你把它通通加起来 这个叫trace ok 所以trace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 两个相乘 矩阵之后的trace 会等于它 颠倒相乘之后的trace 不管它是不是commute 结果都一样 ok 假设你有三个相乘 omega lambda theta 这三个 现在theta也是operator ok 它会等于什么 我们发觉 它有跟xyz的这个坐标 我们叫做循环的这个相乘 叫cyclic operation ok 你看看 你看看哦 你应该会怎么样 比如说 我把这个移到后面去 那这个是不是往前推 再移一次 这个再移到后面去 这个再往前推 ok 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存在 第三个 假设有一个omega 它的trace 它可以写成 它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ok 我看看这边的 ok 慢慢讲到 这个u要特别的u 某些u的状态下面呢 我可以把omega 也就是说u 乘上omega 乘上u的trace 跟它原来的一样 determinant也是跟原来的一样 ok 下面我们会慢慢讲到 这个u 你如何去construct一个u呢 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eigenvalue problem 我们任何一个 大部分我们在解的问题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化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假设呢 那我们一个omega呢 它代表一个linear operator ok 但是你不要想成说 它是i啊 ok 或者是个scater 不要 它就是一般的 ok 这个呢 代表一个什么呀 non-zero 它并不是零哦 的v 的cat v ok 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omega呢 可以将这个v啊 transform到v'去 ok 那么现在请你注意一下 它说啊 有一种可能的状况 就是说 可能会存在一种状况是这样 omega v呢 它会等于怎么样 小omega v 假设可以这个样子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给它几个名字 这个小omega我们叫做i跟 value ok 它可能好多个 所以我加个s 这个v呢 叫做i跟 vectors ok 好 这个呢 我编号一下 现在开始呢 编号 ok 1.8.2 这个是你们课本上面的编号 我完全按照它的 好 我们来看看 看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好 example 这个我们把它记住哦 1.8.3 ok 好 我们还是一样考虑这个 好 我们看看 我们作业 这个是沿着 i走旋转90度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假设你把它 operate 在1的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叫1 这个叫2 这个叫3 它是这样子旋转 operate 1本来就转轴 你有operate 没有operate都一样 结果这样一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 这边都是1耶 是不是 是不是跟 这个讲的一样 这两边都是V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叫做1 我们称1是什么 1 is an eigenkit 或者是 eigenvector也可以 eigenkit 然后呢 这前面乘上什么 乘上1嘛 所以1呢 1 is an eigenvalue OK ok 好吧 我忘了 请大家查一下课本 OK 总之要翻一下课本 好 再来 假设我做第二个 第二个会变成什么 我这个运作之后 第二个 是不是就跑到3来 诶 你一看 这边是2 这边是3 一样吗 no no 不是 所以我能不能说 kit2 是这个的 eigenvector no 1是它 eigenvalue no 是相对于这个的 eigenvalue 不是 3也不是 所以2跟3 通通不是 所以假设我作业在 3的上面会得负的2 你告诉我负1 是不是这个的作用在 应该说作用在3上面的 eigenvalue 是不是 不是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确实应该1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的是前面的这个 所以就是说 纵使这个的转换是大家都知道了 但并不是代表这一种转换 原始的这个转换呢 你都可以写成这样子 但一旦可以 这个 我们就定义为 eigenvector 跟eigenvalues 这样子看起来 这样子看起来 r2pii has only one eigenkit e 那就代表说 我们要是对一个operator 我们用这种简单的配配来看的话 有它的缺点在 我们要找一个方式 把它eigenvalue 把它eigenvector 假设可以的话 你通通把它求出来 这样子才有帮助 那就是下一个我们要讲的 我们怎么找出一个general的方式 把一个可能的operator 把它的eigenvector eigenvalue 全部都找到 我们能不能这样做 好 我把这边擦掉一下 假设我们有一个家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这样子 好 我们要怎么做 记住 这个omega 在这个地方只是个数字而已 它叫做eigenvalue 对不对 它只是个数字 所以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呈上一个i i是什么 identity 就是自己嘛 呈完之后就是自己 然后呢 把它移过横等式出来 等于0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矩阵 有个很大的矩阵 乘上个v v呢 分好多分量 等于 omega 再乘上i 就代表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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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0 再乘上 ve vn 对不对 然后这边都是omega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移过来 是不是代表 omega 第一个分量是omega11 减掉小omega 第二个 omega12 减掉0 意思到omega1 omega21 omega22 减掉omega omega2 我把动点全部写在这里 你只能够剪在对角线上 好 什么时候我们会碰到下面这种东西 什么时候会碰到下面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东西 好 各位呢 一定 解过连理方的事 对不对 假设呢 你有个 a11 乘上x1 a12 乘上x2 加在这 a1n 乘上xn 等于 a2xn 等于b2 一直下来 OK An1X1 An2X2 AnNXN 等于BN 所以这个 我可不可以简单的写成 A11 A12 A1N A21 A22 A2N 一直下来 X1 X2 XN B1 B2 BN 可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你怎么解 有两种解法嘛 对不对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用高斯 Elimination 高斯消去法 就开始排列组合啊 反正这equation你上下变动 有没有差 没差 我可不可以把前后移动 没差 对不对 我可以做各样的 各样的事情啊 去调动它 去干嘛 而且上下我可以加来加去 乘来乘去啊 对不对 我这个 这个 A11 假设这个是1 这个是2 我这个呢 乘上2之后 乘上负2加下来 我就可以把第一个消掉 是不是 所以假设你用高斯消去法 那你就会想 它就会要求你 做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长得有点乖乖的哦 中间有一条虚线 对不对 然后你就开始上下 假设最后面 你可以变成这样 假设这个不动 一直到 A n n b n 假设你可以这样子 就代表下面这边都是0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最后这个是什么 最后的这个 只是因为你转换完之后 这个可能不是ANN 所以新的数字我叫做ANN 增上XN XN这个不动 等于BN 假设只有这样子 一个叫做 ANN XN等于BNN 你告诉我XN可不可以解 废话当然很简单 XN就等于 ANN 分之BNN 对不对 然后XN解的 那上面这边就有两项 丢进去就把第二项算出来 再丢回去 第三项算出来 一直丢一直丢到最后面全部算完 对不对 各位在写数字分析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子 写这个解答了吗 OK 但问题是 我们看看我们那边的 这个 这边是什么 0 这样子写好不好 0 0 假设你把0排在那边 0排下来 做完了 0再怎么样 加加减减 成成出出 还是0吗 最后得到呢 每个答案都是0 哇太棒了 碰到这种题目就告诉你 每一个解只有一个 0 那还用解吗 对不对 那就不用解了 但是那个解呢 当然是一个解 但是没有意义 我们就是要找非0的解 那那时候怎么办 那那时候怎么办 或者是 你要解这个 你用Cramers rule Cramers equation 也就是说 XN X1 你要怎么算X1 我可以把下面的行列式 就是前面的 A1 1 A1 2 所有的 做个行列式 上面也是一样 只是 我把第一条 因为我在算的 这个是1 我把第一行呢 换成B1 B1 就好了 对不对 要是算2呢 我就把第二行换到它 算3呢 把第三行换到它 就好了嘛 right very simple 但是假设B是0 分子永远是0 那你还有细唱吗 但是没关系 你看看 假设有什么东西 分子是0 什么时候它不会是0 下面也是0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个节 就是当这个 假设这些通通都等于0 当这个也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非0的那个节 right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那告诉我们 假设是这样子 你把它取航列是 等于0 等于0 那么 这个叫做1.8.4 我们就可以 determine omega 就可以把omega算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移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characteristics reistic equation 它要有解 就是它的determinant 系数的determinant 要等于0 就好了 OK 我们刚刚记得吗 我们举的例子 我们都fix在哪一个例子 对着x走旋转 二分子π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我们刚刚发觉 只有1的 就是x走的这个 是它的 eigenvector eigenkit 它的eigenvalue 只有一个omega等于1 但好像没有其他的 但是我们当时 有告诉大家 这只是个错觉 我们来算算看 用这种方法 我们能不能得到 什么东西 OK 好 我们呢 在这边算 好不好 我们在这边算 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R2πi呢 上面要有个 这个转轴 OK 它是这样子的 10000-1 然后呢 010 假设我们要求的是 R 对着某一个东西 它要等于omega 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代表我们 现在的问题是 omega等于什么 相对的V等于什么 刚刚前面的例子 只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但omega等于1的时候 V也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解 但是我们说 哪动力的 那我们看 这边这个方法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了 OK Step 1 先用这个转的omega 那Step 1 就是determinant 什么东西 R 减掉 omega I 要等一点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它会是一个什么 行列是 R减掉omega I 也就只有在什么 对角线减掉omega 所以这是1 1减掉omega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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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omega 负omega 负1 0 1 0减掉omega 负omega 要等于0 好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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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负得正 omega 平方 1 减掉omega 对不对 加上 这个 0 加上 这个 0 减掉 这个 0 减掉 这个 有了 这个负负得正 变成 加上 1减掉omega 减掉 这个 00 它通常都等于0 它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有 1减掉omega 所以变成 omega 平方 加1 1减掉 omega 等于0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告诉我们 omega 有三个答案 这个是什么 1 是不是我们当初 看到了这个1 还有两个是什么 正 负 I 这个是我们当初没有看到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它 eigenvalue 你要是说 e 它的eigenvector 是e 这个我understand 什么叫做正负 I 它们相对eigenvector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求求看 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omega 等于e OK 假设omega 等于1 那是不是我们 必须 把它 带回来 这个一块 因为这边是omega 我们知道 这个1 我们知道 这个不叫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不叫什么东西 所以呢 我们呢 必须来看看 或者是我们 带到这个 带到这个 特征函数 那么这个呢 它特征函数 就告诉我们 什么叫特征函数 我把它重操一次 omega 减掉 omega i 乘上 什么东西 v 等于0 反正我现在只有这三个嘛 我把v 假想成为 x1 x2 x3 OK 因为你要相乘 你也只能这个样子 所以我把omega omega 是100 1 减掉omega 1 减1 0 0 0 负1 负1 因为0减掉omega 0 1 0减掉负1 乘上 x1 x2 x3 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1减1就等于0了嘛 所以第一个式子有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都没讲 对不对 第一个式子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情 它是告诉我 这个乘以这个是0 等于0 第二个式子 哦 这个 这个这样一乘过来的时候是告诉我怎么样 负的x2 减掉x3 等于0 那是不是告诉我x2跟x3 刚好互为负号就好 对不对 第三个式子告诉我什么 这一乘的话会等于x2 减掉x3 等于0 是不是 好 然后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两个矛盾嘛 这两个矛盾 但是呢 x1是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x1是什么 反正我要建构一个v 一个 它的 vector 我希望那个vector 我希望那个vector 本身的量的大小是1 量的大小是1 你告诉我这两个矛盾什么时候存在 0那时候嘛 x2 等于x3 等于0 那这个 那没有人告诉你x1 x1就随便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叫做v1好了 v1会等于什么 x2 x3等于0 那第一个要什么东西 我们希望它的强度也是1 那是什么 那就是1嘛 我可以随便假设 也就是说 x1 可以任意一个数字 我可以取2 取3 取什么的 都随便你 但是我为了要让我的大小是1 因为我们要的不只是 orthogonal而已 而且是autonomal 我定为1是最方便的 因为下面这两个只能等于0 你告诉我 这个1 这个意思 跟以前这个意思一不一样 以前这个意思是指的 第一个轴 就是x轴 对不对 第一个轴 那第一个轴是不是 大小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果真第一个解出来 right 好 那很好 那第二个 我们等于i的时候会怎么样 1减掉i 0 0 0 负i 负1 0 1 负i 乘上 x1 x2 x3 sorry 等于0 好来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式子给你的是什么 1减掉i的 1减掉i的 x1 等于0 所以根本就不用看了 x1一定等于0 对不对 第二个 第二个式子告诉我们怎么样 负x2i i 减掉 x3 等于0 再来一个 x2 减掉 x3 乘上i 等于0 所以前面这个告诉你x1等于0 后面这两个式子你解一下 它会等于多少 x2 x2 等于x3 再乘上i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求得到第二个 x1永远等于0 那就是0了 x2 x3 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干脆给它 这样子这样子 我先把它往后移一点点 0 x2 我要给它什么东西 1 i 这样可不可以 不行 有没有插个符号 有啊有啊 这边要符号 没有没有没有 两个要正的 所以要负i啊 是不是 我看看 不用啊 i就可以 所以这边要等于i的话 是等于负1 x2要等于负1啊 诶 我有没有算错 x2等于 没有错嘛 所以x2要等于3的x3乘上i 所以x2要等于1的话 这个要等于什么 负i 对不对 所以负i 这两个加起来的强度 是不是等于1 是不是 不是嘛 你要是xyz 它的大小是多少 根据B式定理 x平方 0平方 1平方 1平方 加上负i的平方 开根号 根号1 负负得正 i 什么呀 负1 管他了 反正平方一定正嘛 加上1 是不是 根号2 强度是根号2 对不对 我干脆把你除以根号2 那大家都一样 是不是 那这样子 我又求出另外一个 eigenvector OK 同样的 similarly 当omega 等于负i的时候 v3 就会等于 我看看 其实都可以 OK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我们 我这边有没有算错 x2等于1 x3等于负i 或者x2等于i x3等于1 这个也可以嘛 i1也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是i 这个是e 是等价的 OK 是等价的 我不喜欢负的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比较好看一点 那这个就是有负的 好 反正你们算一算 也就是说 这样子 它可以帮你建构出 把它eigenvalue 完全解出来 eigenvector 完全解出来 只是说 这个eigenvector 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它有个走进来 变成虚数 这个是在负数空间 但这个负数空间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 更复杂 它每一个轴都是负数 对不对 哇 那这个 不小时代表什么东西 OK 好 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你们大家都学过 假设不信你这样子 解出来一个omega呢 某一个omega它是重根 那你应该怎么办 重根应该怎么办 你们回家解一解 好不好 我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作业 等我一下 找一体作业给你们 作业 好 我们这边只是把它求出来而已 但是还没有告诉大家 我做这些事情干嘛 我闲来没事干 我 我们不是说 它这样子 假设你可以找到这种的 这个叫eigenvalue product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找出它的eigenvalue 可以回过头来 根据这个特征equation下去 定出它的eigenfactor 那干嘛 我们做这些事情干嘛 假设我们今天 只是学数学的 那当然很好玩啊 对不对 可以这样玩一玩 那很棒啊 跟玩电动玩具一样 虚拟世界嘛 对不对 像我跟我儿子玩啊 那个马利欧啊 我每次都 我两三下就死掉掉了 你知道吗 他每次都在那边等我 你怎么又死了啊 他上面的numbers会增加 他那个命只会增加 我的命一定到我再 我五个出去 大概一分钟之内 全部吃光光 然后呢 他只要一分钟之后呢 就命就开始增加 哇 好厉害哦 对不对 我对那个实在是不太行 我搞不清楚 玩马利欧要 当然是好玩 OK 同样的 玩这个东西是干嘛 玩这个东西是干嘛 我们来 看看这边 OK 我们先把一个东西讲完 然后呢 我先把一个题目 先秀出来 请大家先回家解解看 记住哦 先不要看课本 先把它解了 你们大家都会解 这个对你们太简单了 闭着眼睛都会做 闭着眼睛就好 OK 一定会做 但是呢 我没有干嘛 OK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试试看 好不好 然后我们下一次呢 就整个把它讲完 好 假设对一个 Hermission的Operation而言的话 它的EigenValue 一定是Real 我们刚刚就已经解过 我们的这个 Rotation Rotation Operator的本身 它是Unitary 而不是Hermission 所以我们可以解读 IgenValue 我们除了E之外 还有一个正负I 它就不是时数 对不对 但是Hermission 它一定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们复习一下 什么叫Hermission What isHermission 假设一个东西是Hermission 你对它做个 Ajoin之后呢 会等于自己 这个叫Hermission Right OK 我们把它记下 假设我现在 把它作业在这边 OK 我尽量 都跟大家课本一样 这是 第一个试试 然后呢 我现在啊 因为这个是 EigenValue Problem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EigenVector 相对于Omega的EigenVector 所以你Omega 可能很多个 就代表 这边有很多个什么样 EigenVector 相对的EigenVector OK 好 那我现在呢 在前面呢 把它呢 投影到Omega上面去 其中一个EigenVector 我这边会得到什么东西 记住哦 这个 这个是EigenValue 的EigenVector Corresponds toOmega 相对于Omega 相对于Omega的EigenVector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EigenValue啊 所以我可以提出来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先把这个保留 先把这个保留 第一个视线 第一个视线 现在呢 我做同样的事情 只不过 我其中的这个呢 我要做一个 Dagger 那它会得到什么东西 假设我对它做个Dagger 就代表我得到的这个呢 会是个什么样 Omega Complex Conjugate 那么 这个时候会得到这样 这是第二个视线 但因为这两个相等 因为Omega等于Omega 所以说E一定要等于2 所以告诉我们 Omega要等于 Omega的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它本身就一定是实数 OK OK 好了 我们呢 再回到这边过来一下 我们说过 这个Omega 只是一个EigenValue 所以你可以乘上这个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再把它 化成矩阵的形式 好不好 那是不是代表 我们有一个Omega Omega 1 1 Omega 1 N Omega N 1 Omega N N V 1 V N 对不对 你会等于一个 它本来只是个数字 我今天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我今天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那么它会等于Omega Omega Omega 其他都是0 这个有很多组 对不对 这个有很多组 每一个Omega都有一组这个东西 是不是 每一组都有这个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弄一下 Omega 1 1 Omega 1 N Omega N N 这边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我的第一组是什么意思 第一组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条一行 乘上它 等于这一行 乘上它 是不是 没有错嘛 所以这样乘起来是大家eq的 对不对 那第二组呢 就是乘上它 就是这个 乘上它 这大家都没有问题 所以假设我把每一组 统统放在这边 就变成我解出来的 这可能是第一组 的第一个 第一组的第N个 第一组的第N个 反正我是把它排斥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排成这样子 第一组 第二组 它是不是 会等于什么 第一组 第二组 OK 抱歉 我这边 写的太急了 我们看看这两个一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一个 乘上它 要等于 就相当于它乘上它 没有错 等于它乘上它 这没错 对不对 这边大家都一样 第二组呢 乘上它 相当这边的 第二组要乘上第一个 是不是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可不可以这样子弄 因为我要把它弄成一个 我们看看 第一组 这边有很多组 都乘上它第一个 这边很多组 都乘上它第一个 这样子 不太一样哦 所以我要怎么做 我希望的是 我能够把这个当作第一个 这当作第二个 这边都是你 也就是说 我要组成这个样子的东西 但是这一边 我要把它弄得比较大一点 我应该怎么弄 大家配得出来吗 在还没有配出来之前 我们来看看 第十个理论 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 for every permission operator permission OK there exist 最少 OK a basis 这边 就是 Consisted Consisting of It's Or The Normal I Vectors OK If Omega Is Diagonized Diagonal Diagonal OK In This Icon Basis With It's Icon Values It's Diagonal Entries 也就是说我们呢 假如说能够把这个对角化 OK 对某一些Icon basis把它对角化的时候 那么对角化上面的每一个数值呢都是它的Icon value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看 我们刚刚算的一些东西啊 我现在来动一下 我们刚刚 算的R 就是说沿着X轴转90度角 OK OK 那么我看看哈 我们知道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假设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好像怎么样 因为每一个V要相对每个Omega OK 每一个V要相对Omega 或者是我们就按照这边先前的那个写法把它写成这个样 它只有在对E的时候 会是有 我看看 等一下 我不能拿这个例子来证明它 我本来想要简单一点 我拿这个例子来证明它就可以比较好 但是它Hermission Operator 我们这个是不是Hermission Operator 不是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它只有在某些地方是Hermission Operator 不过会不会其他也是呢 会不会 反正它自己应该不是 对不对 它只有一事而已 但是其他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它麻烦的地方 我不能拿这个来证明它 那我看看这边我应当要怎么讲 先等一下我先把两个特性讲完 OK 先把这个讲完 这个呢很简单 就是说 假设呢有一个 这个是Unitary 它告诉我们Omega呢 是属于Complex 对不对 对不对 刚刚旋转的那个已经告诉我们 第十二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所有的 承袭上面 它所有的这些呢 are Mutual 然后 互相垂直 OK 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刚刚已经解出来的嘛 对不对 刚刚解出来的我们Omega1 等于1的时候呢 V1呢 这个叫Omega1好了 就等于100 Omega2呢 Omega再来是等于I嘛 对不对 它解出来的第二个呢 是等于 根号二分之一的 0I1 Omega3呢 等于-I的时候 Omega3呢 我们解出来 可以写成 0-I1 你发觉 你把它们互相相乘 Omega1乘上Omega2 就相当于100 数字我们先不管 乘上0I1 这本来就等于0嘛 对不对 这个乘以这个 也是一样 因为I乘上I 0I1 乘上0-I1 I-1-1 然后我变成什么 正的 1 0 加上 I-1-1-1 再加上1 它没有锤子耶 那一定有什么地方我弄错掉了 OK 所以这边的设定可能有设定错掉 如果 哪边设定错掉 我知道 因为这个转过来是不能转 单单转而已 你要加一个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加个符号 OK 所以呢 就会变成-1 1等于0 不然还得了 所以请记住一下 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 有的时候算个老半天的时候呢 我们答案很漂亮哦 等回去验算的时候发觉 根本就都都不对 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出了这个问题 OK 好 那我看看 好 我现在马上呢 跟大家讲一下那个题目 请大家回家做一做 然后下一次我再来跟大家讲 我要 我画在这边 我们有个题目很简单 有个墙壁 没有摩擦力 有两块 东西 都一样的质量 当中都有同样的堂皇 K K 墙壁当然不会动 只有这两块也会动 请问一下 它震荡起来之后 会是什么样一个震荡 比如说你随便把它拉一下 然后放掉 之后它会要 它会怎么震荡 你可以有两种模式看它 第一种模式就是说 我就只单单看它怎么动 看它怎么动 第二个模式看它怎么动 OK 或者是我的眼光放到 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共同动的方式 OK 这个在力学里面叫做你解什么 Normal Mode 对不对 Normal Mode中文叫什么 管它 反正就是一种公正模式就对了 OK 它到底是什么 这个在力学 在一般的科学里面很重要 对不对 像我们的汽车的公正 或者是像火箭要发射上去的时候 它可能搞了一整年都在 之前都在模拟 你这些设计好的东西 它有没有工正模式 好 要不然火箭发射 从地面飞到上空的时候 震的太厉害了 震到上面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零件 然后扯成一团 对不对 那就变成milkshake了 对不对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要是知道它怎么工正模式 你就知道怎么把它消灭掉 但是同样的 假设你知道一个材料里面 它有什么工正模式 就代表这个材料里面的特色 但我们就可以了解里面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呢 在光学里面 有很多特色 比如说很简单的 一般的玻璃穿过去 什么光穿过去就是什么光 对不对 所以红色光穿过来就变红色光 会不会红色光穿过来变成 变成绿色光 很少这样子 有没有这种材料 有 也就是说呢 有的材料呢 它一个光线进来 frequency 1 这边出去之后 会变成两倍的frequency 1 它有这个component存在 OK 那 为什么会这样 Why 为什么它们吸收两个光纸 然后放出一个光纸出来 有的呢 会这样子 有的呢 会这样子 那 这些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些 材料里头 一些绳子的一些作用 OK 有的要靠绳子 OK 那这些都是很奇特的事情 那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讲这些 我只是告诉大家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它里面一些震荡模式 这些模式可以给我们一些 ideal OK 那么它 这里面所谓的升值震荡 就是它形成一个共同的共振的坡 就好像说你不会在棒球场里面 看到一个人在那边上上下下跳而已 你不会这样看 你会发现前面有个坡洞在动 到了你的时候你就很兴奋 对不对 轮到你的时候你也要动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你会看到整体的坡 那这个坡的概念就是整体的一个运动 就相当一个normal mode OK 所以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要从头解这个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后面那个是什么意思 OK 让大家有个整体的了解